欢迎神韵 欢迎你 台湾 台湾最爱你 台湾神韵粉丝自制首版 写着我爱神韵 不奔男女老少齐聚桃园机场 迎接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 真的是 我已经看过三次神韵 哇 她的舞台上的服装 真的是令人钦佩 还有最重要的是台下 还有现场的音交响乐配合的天衣无缝 真的很高兴 就是很期待才来这边接神韵 本身是学就是美术的 文化油画 神韵的天幕后面那个背景 颜色真的是我们都画不出来 然后我希望每年都来感受神韵的这种 整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在绘画的时候 我就会更有灵感 神韵战不战 战 2006年 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成立 通过中国古典舞 交响乐伴奏和美声独唱等 复兴与弘扬中华5000年正统神传文化 神韵每年约在150个城市巡回演出 今年是第15次来到台湾 艺术家来自世界多国 也包含台湾 像是这次的主要零舞演员潘克奇 正是桃园人 乐团指挥林佳琪 则是出身高雄的音乐世家 我很高兴我又回到台湾了 因为台湾是我家乡 我们神韵每年都会带给观众全新的一套节目 我们希望观众都会很喜欢我们的每一套节目 现在疫情的时代 大家封闭的都比较长时间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关心越来越少 神韵的演出是传达一个纯善纯美 传统的价值理念 正是现代人需要的东西 我们因应市场需求 我们几乎每年都增加一个团 希望把这些传统的善良的美好的东西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接下来神韵世界艺术团 预计在台湾五大城市进行32场演出 首场在苗栗的苗北艺文中心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晶晶高建伦在台湾桃园的采访报道